日本沖繩縣南部一家鐵板燒 在今個月18日表演期間發生事故 導致一對父子被燒傷 據了解 師傅在料理牛扒的時候 表演噴火燒 在食材上灑走之後點火 但是瓶口為疑因為抵受不到高溫而爆開 火是瞬間衝向料理台前面的一對父子 四十多歲的父親右手燒傷 手掌隆起像雞蛋般大的水泡 他五歲的兒子情況比較嚴重 面部下半部分被燒黑並脫皮 右手除了帽子之外 幾乎每隻手指都有水泡 家屬對於事故感到震驚和憤怒 正是考慮正式向警方報案 事後食店也宣布緊急停業到24日 在官方網站上公開道歉 承諾揭力協助傷者後續治療 並且會永久終止造成今次事故的表演